近两年来 科学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 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期 很多人都觉得 医学奖与新冠肺炎不可以完全脱节 2020年 当科学家们正在警告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时 诺贝尔委员会奖励了哈维阿尔特 迈克尔霍顿和查尔斯莱斯 因为他们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 10月4号星期一 颁发2021年诺贝尔医学奖 显然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获奖将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它使数亿人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接种疫苗 并且具有强大的效力 但是 诺贝尔医学奖奖励疫苗的开发几乎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 只有一位发明疫苗的研究人员获得过终极奖项 它是南非科学家马克斯·塞勒于1951年获得该奖项 它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在众多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相关的科学家当中 有谁是最可能获得这个奖项的 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在宣布提名人选时不向公众披露 但这些档案在50年后被解密 这让科学史教授埃林诺尔比在2007年详细介绍了 马克斯·塞勒是如何获得唯一的疫苗诺贝尔奖的 总结马克斯·塞勒的一生发现 他在黄热病方面工作了几十年 在20世纪初 研究人员终于意识到 这种疾病是由一种主要由蚊子传播的病毒而引起的 在研究这种病毒时 马克斯·塞勒寻找一种生产疫苗的方法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试图将其传播能力减弱 他在他的许多实验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这个美丽的故事只能够证明规则的例外 以最著名的疫苗之一为例 也就是1950年代的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 当时诺贝尔委员会在1956年 审议这项工作时得出的结论是 开发这款疫苗的医学家索尔克 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 只是利用了其他人的发现 事实上 诺贝尔奖章程中规定 医学奖只能颁发给具有新发现的科学家 例如1954年 三名研究人员因发现有可能在实验室中 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获得该奖项 正是这一发现为疫苗开发提供了基础条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